还记得神医喜莱乐中有这样一个情节,当慈喜太后问喜莱乐还有什么厌方时,一个太监突然牙疼了起来,喜莱乐说,用一粒花椒,用疼的牙咬住就可止痛,太监当即适用, 马上就止住了痛,那是小编第一次对中医的神奇有了认知,为什么花椒有此生效呢?此法在于本草纲木复方中,治虫牙疼痛,稍就近花椒频频竖吃,从现代医学观点看,花椒有菊麻作用,其其唇叶有菊不麻醉作用,那么,花椒能治疗哪些疾病呢? 花椒花椒含有可挥发的花椒油,在制作肉类、鱼类食物时,添加花椒,可去除腥味、膳味、增加香味,与麻椒相比,花椒的香味更浓郁,麻的口感略弱,开胃增香效果更好。 在中医里记载,花椒性热,胃心,如皮筋、胃筋,具有健胃、散寒、除湿止痛、止痒等作用。 此外,花椒还被看作具有补肾作用,所以会用于调理肾阳虚,引起的腰细酸软、腹泻、腹痛等,支痔疮、花椒水熏洗痔疮。 中医一般辨证,胃肠风有热,引轻热力时,凉血解毒。 比如,花椒有温中止痛,趋势散热的功效,所以能促进康复。 取花椒100克,水2000毫升,先浸泡大约半个小时,先用午火将水煮沸,然后再用温火继续煮15到20分钟左右,然后利用花椒药液的热细熏蒸换处。 待汤要至40多度的时候再进行作愈治疗,每天一到两次就行,如果闲煮花,浇水麻烦,也可用被水冲泡花椒,一时要效成分更好的溶出。 待水温后再局部熏法或者作愈,活气血,醋睡眠,花椒泡饺,花椒水泡饺剩补药。 用花椒水泡饺比用热水泡饺促进睡眠效果更好,其实方法很简单,用一个棉布包50克花椒,用绳细紧,加水煮开后用这个水泡饺即可,花椒包可以反复利用,用一个星期左右再换新的就可以了。 在中医看来,花椒可以温中止痛,趋湿散寒,用花椒水泡饺和用当归,红花泡饺,有一曲同工之效,都能活血通弱,还可以促使血液由上往下走,因此血压也容易平稳,抄给力的止咳要一一花椒炖离没错,离和花椒一起炖能止咳,许多朋友在小的时候都喝过妈妈炖的冰糖雪梨, 只要喝上几碗,就能够缓解咳嗽的症状,十分神奇,那么当彼此和花椒搭配在一起炖煮时,为什么能发挥出止咳的效果呢? 传统医学理论将彼此分为含性食物,其性为肝酸而平,不仅没有任何有毒的成分,而且还拥有生津一皮,何为降溺的功效,而花椒性为温馨,可以温中散寒,增强人体的免疫力, 将这两种食物放在一起炖食,二者的效力能够入肺,为二经,有效地缓解咳嗽的症状,同时起到清热化痰的作用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